各位卖子学院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主要讲解扩展自定义键盘 在iOS 8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扩展自定义的键盘了 而不是仅仅使用系统自在的键盘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些 在编写自定义键盘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定义的键盘 是可以获取到用户所输入的内容的 而且如果你需要的话也是可以联网的 所以呢,这必须要取得用户的信任 因为如果用户在输入这些非常重要的社交信息 或者账号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 确保不会把这些信息上传到服务器 另外一个,如果你是APP的开发者的话 你也可以在你的应用当中设置一个 在一个地方进行设置 以确保呢,完全的使用系统的键盘 而不使用任何的第三方键盘 这样呢,就可以更加的确保你的APP呢 满足某一些特定的要求 另外,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比方说,如果在输入拨号界面的时候 或者是标记为密码框的类型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系统会强制的切换到系统自在的输入法 大家也可以再需要注意一下 我先把另外的一个点先讲一下 然后再建立一个demo 自定义的键盘呢,它默认是并没有 像其他的扩展一样 可以共享APP的沙盒 然后它是有一个独立的沙盒 这些东西同样是可以需要你自己去主动去请求这个权限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来建立一个demo 然后再建立一个扩展 Custom 我这儿选了提前启动的一个模拟器 然后大概可以跑一下 然后现在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增加的扩展 有什么 什么文件 然后扩展的话呢,它可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它没有这个故事版文件 而是只有一个代码文件和一个info 然后 然后因为呢,如果我们要自定键盘的话 必须要全部使用代码来进行UI的编写 然后现在接着呢,我们再把我们平常所使用的一些 嗯,第三方的开源库 然后再添加进来 OK 然后再把它添加进去 然后再把它添加进去 然后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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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导入的两个动态库呢 是OK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部分 然后这个代码部分 继承的是这个inputViewController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是一个标准的VC 然后另外还实现了一个input textInputDelegate 然后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textInput 它主要是监听的一些输入的一些状态的改变等等 然后这个其实不太都很常见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些代码量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一个输入的试图inputView 然后inputView 接着呢 是我们的textDocumentProxy 这一个呢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这里没有 这里它标明的是一个nsObject Object类型的 其实呢 它是一个实现的 一个UITextDocumentProxy 这么一个 这么的一个对象 然后如果你不太清楚它的一个类型呢 其实我采取的方法就是如果查文档 如果在文档里面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先建立一个类似的一个ObjectiveC的一个这么工程 你可以在nsObjectiveC这么 以这种编成语言为项目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查询到更详细的一些类型 然后呢 来帮助你理解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主要的支持的语言 因为你一个自立的键盘 你可能需要输入中文英文或者其他什么语言都可以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处理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NextInputMod 它的作用就是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法 但是大家可能有没有有一个疑问 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法 具体切换到下一个什么样的输入法呢 你是无法控制的 这个呢是由系统来决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因为如果我们在使用一些输入法的话 因为你编写这个自立键盘的时候 你考虑的是为整个iOS系统所提供输入法 所以呢它可能会需要一些 比方说自立的提醒提示呢 或者是纠错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呢是苹果已经提供了一个 相对来说功能还算可以的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它可以因为我们在使用苹果自立的 苹果自身所携带的那些输入法键盘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提示功能的 所以这一个呢可以帮助你并且自己的提示就做功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 我们自己的代码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完成怎样的功能 然后首先它这个地方 嗯它这非常明确的写了一个更新这个约束的这么一个功能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使用AutoLayout来布局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写了一个示例 然后写了一个写了一个button 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当我们切换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输入法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添加进去 然后我们在设置里边 然后常用设置 然后键盘 然后再键盘 我们可以增加键盘 哎这有一个这是我们自己的第三方输入法的键盘 然后我们添加进去 然后为了简单单我只用两个就好了 切换比较方便 然后OK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哎它已经切换过来 这现在这个输入法就是我们我们自己编写的输入法 这有一个切换到下一输入法的这么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哎切换过来了 OK 然后这个代码部分呢 主要就是完成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改写一下 我让它更快的完成这些功能 然后首先我们把这个删掉 然后另外呢 可能这些我们都不太需要 我们都会很方便的去切换的 做到了 好 好 我们这儿来完成一个 我们先把我们的任务清单所列出来 然后UI布局 OK 然后我们先直接现在就写上了 免得下一次又忘掉了 然后调用它的布局 然后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 然后我们按照我们的习惯 我们可能会加一个字附容器 UI布局 然后现在呢 我们 我们先先列一下清单 有哪些任务我们需要完成的 第一个就是切换到 切换输入法按钮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删除东西嘛 那么就也肯定会提供一个 删除输入内容的一个按钮 删除按钮 然后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可能当然就是 对整个我们输入的这些按键呢 比如说ABCD啊 1234啊 这些东西呢 然后A 就是三个按钮 三个任务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 是Next Next Keyboard UI B TN OK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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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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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p.net ok 然后接着呢 就是下人 他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确认一个 首先是大的大小 是50 x 50的 另50 50的 另外一个 他的左边呢 是靠近我们的负重器的左边 然后他的右边呢 他的下面呢 靠近我们的下面 然后接着我们再做一个事件的处理 然后NextButton呢 事件的处理是使用这个 使用的这么一个 Reactive Coco 然后你看 看一下 我们想一下他的点击按钮 首先呢 我们要获取这个事件流 这个信号的事件流 UI Control CounterEvent TachiUp TachiUp Inside 然后呢 再订阅这个 下一个输入法 然后这个改为生者 OK 他的下一个输入法 我们干嘛呢 因为是切换到下一个 然后我们就 刚才已经看到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方法 叫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法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的切换按钮已经搞定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完成一下我们的删除按钮 删除按钮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可以删 我们有时候呢 可以删除一个字符 有可能 有时候可以删除两个字符 这些都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那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 nate deletebutton uibu uibubutton ok 然后deletebutton.settitle 然后我们 dl 还表示他的三种 uibu statenormal 然后呢 我们同样设置他的一个颜色 然后为了好区分 我们设置一个 大家的same肯定比我高啊 可以自己想一下 找一些非常好的颜色的布局 然后去完善它 让它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 加载进去 container same肯定了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布局了 same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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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same肯定了 然后50 然后他的位置呢 可能就是lite 儿 然后等于他的container same肯定了 ok 它同样是靠底部来放置这个位置的 搞定了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切换输入法的按钮 另外一个是